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在古老的印第安霍皮族人记载中 人类文明可能早已存在了上万年 每当这个世界有灾难降临时 来自地心世界的朋友们 都会慷慨的为霍皮人提供帮助 让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中活了下来 那么这些来自地心世界的文明真的存在吗 他们与传说中的弟弟蚁人和蜥蚁人又有什么关联呢 今天我们再次深度探寻地心世界的秘密 1941年12月7号 日本偷袭珍珠港 一场惨烈的战斗让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 几乎全军覆没 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 美国参众两院便一致通过了对日的宣战决议 面对突如其来的战火和如此惨烈的伤亡 使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可以说是忙得晕头转向 日程表被安排得密密麻麻 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演讲 一刻都不能当个 战局来了 一切都是分秒必争 然而根据一份解密文件的爆料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罗斯福总统却突然失踪了一整天 他排除了一切的外界干扰 接待了两位从墨西哥赶来的客人 在当时战争动员准备这个至关重要的时期 突然间腾出整整一天的时间去接待两位客人 那你应该能够想象出 这两位客人有多么的重要了吧 他们就是从墨西哥 恰帕斯州 考古归来的戴维拉姆夫妇 他们这一次为罗斯福总统带来了一个足以震惊世界的消息 他们似乎是发现了传说中史前高等文明的地下黄金城 在二战时期 纳粹元首希特勒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 让他坚信 在地球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史前高等文明 而这只文明就隐藏在地形世界中 于是希特勒开始不断向南极洲 南美洲派遣间谍 来试图找到这个高等文明的地下宝藏 一方面是寄希望于得到高等文明的科技来统治世界 而另一方面万一战败也可以躲到地形世界里苟且一阵子在卷土重来 而美国自然也不会在这种好事上面去松懈 他们早就在印第安霍皮族人的记载中窥探到了一些秘密 数千年来 印第安霍皮族人一直生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沙漠地带附近 而多数人对霍皮族的了解都源于印第安一族的九个古老预言 在第三世界结束后 当火的奥秘被发现并可以驱动一切时 人类便进入了新的纪元 第四世界 最后将会有八个预兆出现 接着人类将会进入第五世界 第一个征兆将会有人来到印第安的土地上用雷电攻击他们掠夺土地 第二个征兆 印第安的土地上将会出现一种嘎嘎作响的轮子 第三个征兆 一种新奇的野兽出现 它们的头上长着硕大的脚 第四个征兆 土地将会被铁蛇纵横贯穿 第五个征兆 土地将会被一张硕大的蜘蛛网连接到一起 第六个征兆 河流将会被巨石拼凑在一起 第七个征兆 大海会变成黑色 许多生物会因此走向灭亡 第八个征兆 很多人都开始留起长发 并加入到印第安部落中来 最后一颗蓝色的星星落到地球上 庆典结束 第五世界即将到来 人们认为这些征兆指的 分别是当年白人用看起来像雷电的枪炮来屠杀印第安人 抢走他们的土地 并建立美利坚合众国 他们驾着轮子嘎嘎坐响的马车 赶着头上长脚的牛羊牲畜 穿越美洲大陆 铁路像蛇一样快速的贯穿 一张张电网将文明社会连接起来 桥梁让河流不再是阻碍 而大海变成黑色 或许是石油泄漏 蓝色星球落在地球上 庆典结束 可能是指陨石撞击地球 此时 印第安霍皮族人的朋友阿努纳奇将会从地形世界赶来 再次的拯救他们 阿努纳奇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呢 但这并不是苏美尔人那个阿努纳奇 又或者说不确定是不是 在印第安霍皮族人的语言中 阿努这个发音翻译为蚁人 而纳奇这个发音翻译为朋友 阿努纳奇在霍皮族人的语言里就是蚁人朋友 当然这种相隔万里的巧合还有很多 萨夫被翻译成最明亮的星星 而埃及语中同样的发音萨夫 则被翻译成猎户座 关于各个古文明之间不谋而合的神秘重叠 我们以后会单独拿出来讲 根据霍皮族人的记载 他们的种族曾经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 一次是烈焰 一次是冰封 而研究者认为 这正对应了地球上曾发生过的陨石撞击 又或者是火山大爆发 以及地球经历过的冰河时代 而每一次灾难降临时 霍皮族人住在地心世界的 矮小但非常善良的蚁人朋友们 都会及时出现 并带领霍皮族人进入地心世界 为霍皮族人提供丰富的食物和舒适的住所 这听着似乎有些让人不敢置信 但事实上科学家们似乎真的找到了地底人存在的证据 其实早在1965年 阿根廷考古学家胡安莫里茨 就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发现了一个绵延数千公里的地下隧道 起初莫里茨并没有对外声张 一直是自己暗中调查 但或许是没有发现什么宝藏 又或许是这个隧道实在太大太长了 它走不动了 最终1969年 它才首次将这个隧道向厄瓜多尔总统做了汇报 根据传闻中目前有限的调查报告来看 这条隧道最深处可达地下240米 是一个极其庞大 而且错综复杂的地下隧道系统 全长可能超过了4000公里 已知的秘密入口分布在厄瓜多尔的摩罗那 智利的圣地亚哥 以及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相传时至今仍然有古老的印第安部落 把守在这些隧道的神秘入口处 不过我估计 他们再也难以抵挡现代考古学家们的热情了 那么如此长的地下隧道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会不会和地底人有关呢 在霍皮族人的记载中 曾有一场非常严重的陨石雨 袭击了他们的领地 在那场灾难中 来自地底的朋友们又再度出现 并拯救了他们 但这次出现的并不是阿努纳其蚁人朋友 而是生活在地心世界的另一个种族 蚁蚁人 提到地心世界怎么可能离得开蚁蚁人 根据霍皮族人的记载 蚁蚁人可不像蚁人朋友那么善良 热情又好客 要得到蚁蚁人的帮助 就必须作为劳工 帮他们开采弟弟的黄金 累点就累点吧 毕竟保命要紧 于是霍皮族人不得不忍受着黑暗 在红色炙热的地下河流边上挖金子 这条河难道指的是地脉软流层岩浆吗 霍皮族人说 相较于弟弟蚁人朋友们的洞穴 舒适且温暖 蚁蚁人的洞穴似乎更深 他们不仅不友善 还经常虐待霍皮族人 在这里当劳工挖金矿的日子 是非常难熬 不仅吃不饱 病了都不能休息 蚁蚁人最关心的就是 你赶紧把金子给我搞出来 说别的都没用 聪明的霍皮族人便开始 头头摸摸的在地下洞穴中寻找出口 他们发现这里非常的庞大 大到如果在地面上来看的话 可能会达到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 最终他们还是找到了出口 并在一次地震中 慌乱逃离了蜥蚁人的地心世界 其实关于地心世界 并不仅仅局限在一些古文明的传说当中 而这种看似荒唐的都市传说 引起的也不仅仅是吃瓜群众的关注 除了对于罗斯福的这次汇报和希特勒对地心世界的疯狂执念之外 还有一众科学家组成了地球空心学派 在宗教信仰中的香巴拉著名的地心人目击事件 拜尔登日记 1946年美国在南极秘密执行的跳高行动 以及前苏联耗费巨资 挖出深达12000米的科拉超深井 这些来自更高层面的行为 似乎都证明了人们嘴上说不信 身体却很诚实 关于这些我们以后再细讲 感兴趣的话别忘了关注我 美国CIA间谍斯诺登出逃之后 曾在俄罗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初希特勒对地心世界深信不疑 就是因为受到了邪恶蜥蜴人的掌控 在地球上存在的46亿年之间 尽管地球遭受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 可地漫层却始终风平浪静 或许那里才是真正适合生命生长 并长期居住的稳定家园 在地心世界不同的温带环境下 会催生出更加智慧更加强壮的物种 可能他们才是地球的真正主人 在传说中地心世界的种族并不是只有蜥蜴人 有些更加高等的文明可能已经离开了地球 而纳粹在蜥蜴人的控制下 帮助蜥蜴人在全球范围寻找其他地心种族的遗产 当二战战败后 蜥蜴人便转投美国 开始了对人类社会的新一轮控制 他们的目的非常纯粹 那就是黄金 可是脑补军仔细想了一下 如果纳粹真的与高级种族蜥蜴人有什么勾结 又怎么会输掉二战呢 不过再想想霍皮族人口中 蜥蜴人贪婪且不愿意付出 可能他们并不会劳心费力的插足人类世界的战争 只是坐享其成 斯诺登作为CIA间谍 虽然说他自称觉醒了 想要做个好人 但他说的话也未必是真的可信 可是各国之间对于地心世界那种暧昧的态度 又不得不让人心生疑惑 那么关于地心世界 你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辛苦咱� 步步 步步 步步